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我们抽泡东方美人茶 你知道吗 中国和缅甸的茶有什么一样的 对 我们这里有欧根茶和中国云南的茶 海生丝 接下来我们倒茶 茶汤的颜色就是金黄的颜色 喝起来是那个有点甜的味道 缅甸的茶的味道是有点咸的味道 中国的茶是有点甜的 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喝茶是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家可以通过一起喝茶 评茶交流感情 方向生活 去缅甸史料记载 茶文化的交流是与唐墨宋初 当时是通过茶马古道传入缅甸 到宋朝 喝茶洗漱在缅甸已经非常普遍 两国在茶叶的原料贴心上有一定的相似性 都可以用来制作高品质的普洱茶和红茶 中国是茶的故乡 有着几千年的茶文化历史 从生农场白草发现茶的传说 到唐代陆域写的茶经 中国茶文化不断发展和传承 今天随着文化的发展变迁 茶叶在缅甸有了新花样 茶叶沙拉是缅甸的特色美食之一 缅茶叶与各种蔬菜 坚果 调料等混合在一起 既可以作为小吃 也可以作为配菜 年中边镇地区的口岸为茶叶的进出口 提供了便捷的物流通道 降低了贸易成本 促进了茶叶贸易的发展 我希望未来可以把中国好喝的茶叶带给妈妈喝 尝一尝 喝茶是非常好的交朋友的方式 相信缅甸和中国的经贸往来也越来越好 下次大家来缅甸旅游 也欢迎来尝一尝缅甸最好喝的茶叶